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我想说这个阶段正好是我想要分享我过年都买了什么新年礼物 但是结果有一个种种原因吧 好多东西我根本就没有收到 那也正值这个时期正好有一双还蛮多人期待的鞋款发布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鞋款的一些简单的信息 就是这双SALMON的ACS PRO ADVANCED 重申一次了 我景边是没有任何商务付费的成分的了 更不要提什么带货就根本没货给大家买我都带什么东西嘛对吧 不瞒大家说 这次拍的五个颜色都是我借回来的 拍完要还回去 能借到这么起的颜色也不容易了 大家估计现在看影片应该也没有谁是同时能够拿到这双鞋的全部颜色了吧 那么从左到右 12345这五个颜色你最喜欢是哪一个颜色呢 关于这双鞋款呢前面的小短片大家可以看到我上升了大概差不多20条裤子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好秤 那么实际上那就直接把结果告诉大家最好秤的颜色就是这双银灰色 其他几双OG版本的黑黄黑红比较适合山系或者工装这一类的穿搭我个人认为啊 然后再就是千禧年复古未来一点点的那种比较OG的牛仔裤都可以 黑白两色就没什么好说的 纯黑纯白永远是不会太容易出错的选择 那五颗颜色的食物给到我最有惊喜感的会是奶白色的这一个配色 我在早前的动态分享过了 食物上手真的特别干净特别纯粹 很细腻很有质感微微发黄那种奶油配色的感觉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配合它这一个非常通透的网面结构 整双鞋在有科技感的同时呢还有一种很美的高级感 那比较多人关心的应该就是怎么挑码数啊 这双鞋的尺码不像少门以往的一些XT系列或XA系列呢 都会比较的偏小 可能由于是设计年代以及鞋型的关系啊 这双鞋的鞋型包容性强 不像之前的鞋款特别瘦 不用像它以往的那些鞋一样买大一整码 拿大半号就可以 就很舒服 如果你的脚特别特别瘦呢 其实拿正常尺码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我个人建议就还是不要拿得太刚好 买鞋子都一般是买大不买小吧 那么发售的方式呢你可以看图片 不过可能由于它还算是冠以Advanced这一个名头的鞋款 所以说Advanced的鞋款一般都不会做特别大的数量 我也希望他们后续能够生产更多其他不同的配色 因为这款鞋真的是很好看 OK那么鞋款本身 就像我早前发蝶照的时候跟大家说的 第一眼看上去我还以为是Adidas的Clay McCool 那么其实这双鞋确实是跟Adidas共享了一些科技 在04年的时候 Adidas的Clay McCool还算是同一家公司 他们两个之间也有互相share一部分的科技和设计语言 以及一些小小的风格吧 那么当时在任职的设计师呢 就是Christian Chesser 他也是大名定颖的XMAX97的设计师 以及后来的Rebok的DMX也是他设计的 大家手下有非常多非常出名的一些经典鞋款 当然今天不是设计师专厂 不聊那么多先 回到这双ACS Pro 他的前身叫做GCS 当时的GCS就是后跟那个科技 你也可以从设计师手稿这里看得到 鞋前掌鞋底纹路以及鞋头的设计 都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对称几何图形的设计 包括鞋后跟兔耳以及后跟这个稳定片 有一个X型的这种感觉 它都是挺对称的 这设计师还蛮有一点强迫症的感觉 当时的GCS呢 是Adidas跟沙尔门合作的一个作品 设计师自己这样说的 那么GCS这个技术呢 也算是Adidas自己保留的一个户外越野 比较当家的科技 不过可能我们这一代成长过程中 比较熟悉这个科技的 不是在越野鞋而在篮球鞋上 就是后来演变成天竹的那个科技 对他们的早前的一个前身 就是Ground Control System GCS 由于各种各种各种原因 现在我们看到的ACS呢 就用了沙尔门自己家的技术 Geo Chassis System 熟悉沙尔门的朋友 应该对这个科技一点都陌生了 我早前已经介绍过无数次了 今天就不详细讲 那总之这双鞋跟元年版 最大最大的区别 就是后跟这一块科技 不过我觉得换成沙尔门自己的科技 整双鞋的整体性看起来更强了 而且我觉得对于这双鞋来讲 也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到现今这个时代2022年了 用04年的科技真的去跑山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合适 其实这双鞋日常压马路真的很舒服 可以从他官网的信息了解到 除了一如既往的Ground Grip外底 他们这次还用的是 Energy Cell的中底缓震 Energy Cell这个泡棉 也是少我们当家的一个缓震科技 非常非常舒服 非常Q弹 它是那种按下去特别有力 夸张的缓震 但它又并不硬 穿上脚的感觉呢 轻质的来又足够稳定 然后日常压马路呢 是不会感觉到疲惫的 我这几天体验的感受下来呢 觉得它真的还蛮适合城市日常同情 就压马路来讲 尤其是夏天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侧面的这个网状呢 也是保留了当年 Energy Cell的这个清风系列的科技 透气性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按透气性排列的顺序呢 最透气的是侧面 这一个TVU的位置 第二个透气是鞋头两侧的 这个蜂巢状的网面 这个看似网面的部分 其实它是一个防刮耐磨的 类似反部的这种织物 不是特别的透气 不过整体状鞋穿在脚上的时候 尤其是在走路的情况下 微微抬脚就可以feel到 凉爽的这种空气 从你的足弓位置一直在更换 就像个新风系统一样 走路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 看一下这款鞋的设计小细节 跟元年版的区别 除了后跟比较明显的位置这个之外呢 元年版的鞋舌 这里也是Ground Control GCS的专利logo 现在换成了SALOMON自己 这种OG版的回旋logo 然后这个位置有意思的是 它是一个魔术贴的口袋 以往SALOMON的这种鞋带收纳口袋 都是一个普通的坦力漱口 这个有个魔术贴还挺好玩的 然后就是鞋头前面的位置 少了一个金属钩爪 那剩下几个金属钩爪呢 实际上它真的是金属 不过是什么合计我就不太清楚了 摸上去是凌凉的感觉 然后就是鞋头前面这个回旋logo呢 融合进了大的这一个方块里 之前元年版是分隔开了 然后就鞋外底 整个外底的稳度设计 尤其在后跟的位置 因为科技变了 所以有点不同 那么除此之外其他差别真的不是很大 可以说是九成九 忠于Archive的版型去重新做的鞋款 我觉得诚意还是很足的 除了数量上 从它这个外底的纹路设计呢 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当年的元年版 还是现在更改过之后的复刻版 整体的性能呢 我觉得它是能综合到城市郊野 和比较轻度的户外的 就是说哪怕周末偶尔出去玩一玩 或者说你要在户外做个小小的锻炼 或者说城市一常压马路 这个大底都能证认 这几天在下雨了 我刚刚出去简单测试一下 在淋着雨的这种磁砖地面上 它防滑性是比XT61好的 跟XT Wings 2可能差不太多 没有Quest那么强的这种摩擦力 也不会说输Quest很多啊 不过这双鞋 有清风加持 它根本就不防水 所以我不建议下雨天穿出门了 我个人的感受啊 脚感的这种软弹度 是比XT61好 比XTQuest要好 跟XT Wings 2差不多 但是鞋头 等于鞋轩更加友好呢 穿着的舒适性 没有XT Wings 2那么的收窄 这双鞋能保证 跟XT Wings 2差不多的这种软弹的感觉上呢 脚的自由度会更高 并且透气性也更好 所以这双鞋我觉得还是综合性能很高 并且是真的适合日常穿的一双鞋 那么鞋垫呢 依然是这种 Otherite抗军鞋垫 然后Logo就变成了 S Logo和Advanced Logo 两个叠在一起 这双鞋弱化了很多 SALOMON现代的一些Logo 除了鞋头这个位置 和鞋舌中间有SALOMON的文字之外 其他地方几乎都用了 比较OG的这个回旋标的Logo 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尤其是这个可爱的小兔儿 后跟踢环 两边还特别细形的印了SALOMON的文字 撞鞋的细节还是蛮多的 尤其它虽然说是一个 千禧年Y2K的复刻版 但是它整双鞋的性能感 加持的科技一点都不含糊 如果你真的要在户外做运动的话 其实穿它也是OK的 不像其他品牌做的一些 千禧复刻鞋款 真是有个样子 百搭的银灰色这一款 你就把它当成某个品牌原主会来传达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差错的 那当年SALOMON的GCS的系列鞋款呢 也不止这一双还有很多其他的鞋款 长得差不多样子 然后包括Editas自己也有几双鞋 是用了这个GCS的系统 来去做的一款跑鞋 总之这个年代我觉得 在鞋款设计上还是百花齐放 那么这双鞋呢 最吸引我的点 是这一个俯视角度看下去的效果 真的很好看 尤其是它外底颗粒凸起 把这个中底回弹的缓震泡棉 撑起来的这个效果 从自己的视角看真的特别好看 这双鞋建议大家不要拉太紧鞋带 整个鞋型塌下去之后就没那么帅了 稍微放开一点穿 我觉得会更好看 这是一个穿着上的小细节 其实我还有个想法 如果是银灰或是纯白 其实最好是纯白 穿旧的话我还可以拿去定染 变成BBS那种效果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不过这都受化了 那么简单总结一下 这双鞋的一些设计点和科技 原年版的GCS更换成性型版的ACS系统 使得整双鞋的科技 中底缓震 行走的脚感 压马路的脚感都更有整体性 更完整更加舒适 Energy Cell这个中底缓震泡棉 加上清风系统的透气 Croner Grip的招牌外底 整双鞋的鞋型鞋旋 也比较适合亚洲人的脚型 算是在我们家族里面 比较友善的旋型 那么所有的所有加在一起 我觉得这双鞋的分数还是很高的 就跟大家简单 戴一下它的性能以及设计器 我不算是最早拿到的 去年底就已经发售了一波银灰色 非常少量的 我也不知道多少人真的有心买到了 但是我现在看吵架真的很夸张 我是不建议撞鞋加吵架买的 因为它原价就没有说特别便宜 1498的价格 其实对于撞鞋上加的这么多不同的 科技专利和性能来讲 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OK的 但是加吵架呢我就不太愿意了 我加吵架买什么我都不愿意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如果你是钱包富足的话 随意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特点 纵观这么多颜色 我觉得后跟的这个位置 这一撇银色是永远存在的 当然除了纯黑这一个 纯黑我觉得也很漂亮 但是没有在这款鞋上能把不同材质的这种光泽度给凸显出来 可能因为清风实在太透了 扩型还是很漂亮的 如果你是那种 不管什么传达不管什么季节 我只穿黑色的那种风格呢 这双鞋我还是蛮建议的 就你会觉得很舒服的同时 不会打破你自己固有的风格 同时它我觉得也能为你增色不少 但是仅对比纯黑的鞋来讲 我觉得它不是纯黑鞋款里最棒的 但它应该是最舒服的 最适合日常的 红色这个后跟配红银这种感觉 我觉得有点像奥特曼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同感 当然这个OG配色也是非常经典的 当年元年就有的这个OG版 Y2K味道是蛮浓的 那么黑黄这个配色呢 其实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难搭 因为它这个金色金属扣的位置 显得装上鞋感觉有点算不算油腻的 我也不知道 就总之可能太过于饱和吧 简单分享几个我自己对这五个颜色的一些理解和穿搭 OK那么先来这个黑白鸳鸯的搭配 我觉得日常可能不太会有人会这样穿啊 只是我觉得蛮好玩的想尝试一下 这个我搭了Valens的那一条Cambry牛仔裤 够硬挺的同时它不但太厚 很修饰腿型 咸腿肠主要是酷型很好看 然后就简单的姚立荣搭底 其实搭底我都没有换 内高领加姚立荣 所以这天气还蛮冷的穿刚刚好 然后外套是来自NOSCACY的植品牌Intromission 去年秋冬的一款长的软盒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搭配起来稍微有点长翼的感觉 所以鞋上我特意挑了一黑一白 有点阴阳鸳鸯的感觉 来秤一下他们这个中方长翼的这种衣镜嘛 那这个穿搭的效果大概就这样子 到后面即便把外套脱了 我觉得也还挺好看的 不知道这个搭配你喜不喜欢 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城市日常穿的 当然黑色这款鞋 如果你要用纯黑的搭配也没有问题 你可以尝试像CDG或者是幼稽那样的风格 或者是技能风格都可以 就是一个不会出错的选择 我想试些新的 太典型太刻板的我就不去试了 讲给你们听你们应该都会了 OK那么再过来一个看一下 最多人喜欢的这一个银灰色 或者说我觉得最好搭配的 稳子又最出效果 整身的衣服裤子依然都是来自蜘蛛鸟 上衣是我之前分享过的Villains的一个 A跟Comp Jacket 那裤子是ZETA SL 这裤子最近被炒的火热 我觉得有点奇怪 它本身是这条登顶裤 两个口袋都没有 根本就不适合日常穿 那超多人拿来搭配 可能就因为它是一个半拉链的设计 我这个真的是用来 就是出去户外玩的时候穿 不过既然大家都这样穿 我也试试看 好像效果确实也还可以 但是这种裤腿拉链的设计 其实这种裤子我有好几条 不只限定这一条 我当然也有尝试其他的这种裤脚拉链的裤子来去搭 其实效果都差不多 那么一灰色这款大概就这样 我觉得是不会出错的一款 然后也挺适合城市日常的 或者说一个近胶的出油 我觉得都行 因为毕竟这些还都是Gortex的这种科技的衣服 真的出去玩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只针对颜色搭配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黄色这一双呢 我就搭了一些 类似军绿色灰绿色这种单品 我觉得黄配绿可能会比红配绿好看一点 所以我没有拿红色这款来打 黄配绿的话我觉得不会太容易出错 并且整体世界上也和谐 而且黑黄这个配色这个鞋款呢 在鞋头的位置 整个颜色的 远看上去的感觉会比黑红这一双要更深色一点点 因为这些网面的关系 它这些网面基本都是黑色 包括侧面的这一个中底泡源也是 那所以说我觉得还蛮适合那种 比较有质感大扩型的这种 你可以说沉闷 但是并不无聊的这种urban outdoor的搭配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讲明白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红的这一款呢会稍微活跃一点点 然后搭一条背带裤 然后整体颜色也是比较暖的那种 那上层呢依然还是一件 就是雅力容没有太特别 然后也可以搭一件更大的外套 取决于你自己是否冷 或者是是否需要这一个防风防雨的这种属性 当然純粹为了好看去穿也没有问题 白色这一款 刚刚虽然说我穿黑白的鸳鸯搭配 但是纯白的一整双上脚呢我也搭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很有质感 我自己非常喜欢纯白的 那我就搭了一条 也是我自己穿过很旧很旧的牛仔裤 我把裤脚自己剪开了 我就觉得还挺好看 不然就有点无聊 我就尝试了一个比较 天象于old school 有点hip hop 有点这种算是千禧年感觉 但是复古但不复古未来 好越讲越复杂 总之就是这个意思了 然后上层搭了来自LOOSE 跟波多尔节一一的联名 详细的影片可以回去看 我就不多介绍了 懂得都懂 我觉得还挺有街头味的 尤其是那个年代的感觉 配一双很干净的白鞋 然后配水洗牛 加一个比较宽大的外套 而且这外套可以两面穿 我不知道这两面的效果 你会更喜欢哪一面 我觉得都不错都很好看 这件衣服的整个色泽度也很好 整体上层效果大概就这样子了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挺好玩的 那就简单分享一下 我自己对这几款鞋 颜色的一个搭配的想法 那具体对应不同酷型的搭配呢 我后面再贴点图片 这双鞋的传达呢 包括但不限于这期影片 所展现的一些传达的示范 大家可以完全参考我过往 以前的影片 所有有穿SALOMON鞋款的一些搭配 其实都可以完美套用在这一款鞋上 我没有讲的太深入太详细 因为这款鞋其实受欢迎的程度 不会因为我这一条影片 有什么改变它已经非常非常火了 我设计师Christian 他这一个人的个人魅力吧 他手下有不少的作品 都还挺受欢迎的 那么再加上SALOMON这一次 对于OG鞋款非常忠实 非常有诚意的这个还原的复刻 种种原因加起来 我觉得是促成这双鞋 这一次非常火爆的一个现象 那也在这里衷心希望 各位喜欢的朋友 都能买到这双鞋好不好 看起来这双鞋 好像就是一次元年版的复刻 但实际上 不管从鞋底的一些细节 鞋身的一些细节 这些位置的改变看得出来 是根本没有用当年的那套模具 而是重新开的模 我觉得这个诚意还非常足的 当然也受限于可能是因为科技专利之类的原因 不会做到1比1的复刻 这是很正常的也能理解 因为这双鞋确实呈现出来的这一个最终的效果是 看市场的反应就知道非常成功了 这整双鞋综合了清风科技 综合了 energy cell 这个综合了这个中底缓震 再综合了这个 counter grip 的耐模外底 这些科技加起来呢 我觉得它能做到在耐用性 舒适性美观性 以及真正的这种户外性能感 都做到一个不错的平衡点 那关于上鞋更多的一些对于酷型的搭配分享 我个人觉得好看的照片 后期都会再发到我的社交平台去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再追踪我后面的动态了 那这就是这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你喜欢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记得点一下订阅 我是罗伯 我们下期再见